大家好,我叫瑞良 然後就是 這是我原本大概 三年前籌備 兩三年前籌備的一個工作室的名稱 然後它有點難念 叫那個Punkwunner-stitube 然後它是一個立陶旺人 然後我已經完全忘記 為什麼會去這個名字 它其實是有一槓 然後 後來我把一槓取消了 因為就是很難找不到 就是Facebook也很難打 有Apple就可以打 好,自己幹 然後 對,所以是這樣,所以現在 談得清楚了,你可以叫我粉絲穿一下 好,然後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叫瑞良,然後我原本就是 剛剛講過,是讀美術班 就是從國小然後到 大學都是 美術相關的 然後一開始都是畫油畫的 油畫水產 然後 應該是說 我那時候 很討厭那個數位的東西 我覺得說,畫油畫就要把它 畫得超鞋子超鞋子 然後我就開始畫油畫 然後就畫水產 都把它畫很鞋子 然後後來 到了大學的時候就發現說 怎麼大家都在教電腦 我們學校沒有教 然後我就覺得很慌張 然後我就自己跑去學電腦 然後我做事就是比較 有一種比較極端的個性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那既然他學了就把它學好 所以後來就變成全部都做電腦 然後就補去畫 補畫神通的那個 就是水產油畫 這些之類的 然後我原本只是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然後今年的時候 就是大概幾個月月前吧 就變成,開始變成一個公司 那就是我的目標就是 還是要開一間學校 那一開始會有這個機緣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其實是大概 應該是兩年前嘛 就是我大肆的時候 就是那個Sony 日本的Sony到台灣的那個波紋 那邊開了一個餘生重情 然後說要開發那個台灣原創的那個 PS3的遊戲 然後我就 就剛好就 也是一個機會 然後就進去 開始開發那個PS3的遊戲 那結果好幾步場 那他就 遊戲也沒開放出來 他就收掉了 你常幹這種事嗎 沒有啦沒有 因為他那個其實是 就是他是算是提供我們一些主機開發基礎 但是他 比較不知心啦 他是不知心 所以就是靠 他只靠搭了熱血這樣子 可是 熱血總是會燃燒太近的 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我們在台北電玩展的時候 展了一個 一個demo 然後他只是 其實他這樣好像會有動 其實我根本連動都不能動 就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就是後來我做了這個遊戲以後 然後學校老師就看到我 我說欸你有在幫人家做這個 你就幫我做一些動畫 然後 這就是那個高雄的那個院景橋 就是 那時候他剛蓋好的時候 有一個公共藝術的表案 然後 他就請我們去進表 然後我就負責幫他畫 你現在沒有看到這個 因為他沒有中 他中我這個玩 好 雖然我領的錢也很少 這樣子 好那我一開始 會想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那時候是想說 剛快要畢業的時候想說 我要做什麼 然後 我那時候就做一個動畫 之前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然後就做一個也是很極端的 就是想說 要做一個很厲害的動畫 然後就做完以後 然後就 有公司就問我說 要不要去他們公司上班 然後有幾間公司就問我 然後我就有說 多少錢 然後我說 兩萬出頭 我就說 欸他不要 因為那時候我也有接家教 然後我家教也接很多 然後我想 欸那我家教錢夠了 然後我就 不用去上班 我就繼續做家教就好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剛好 有一個機會看到那個3D印表機 然後就覺得3D印表機 然後就覺得3D印表機超級酷 然後我畢生的夢想 就是要買一台3D印表機 然後那時候 我是用我們學校 有一台 蠻貴的3D印表機 然後他材料因為很貴 然後那時候我畫了一個 一隻蜥蜴 然後看起來還蠻寫實的 然後因為材料費很貴 所以我就 想說印小隻一點 結果印出來就變壁虎 超級酷的 超級酷的 結果說 這還是很酷 所以我跟你講 我還是要買一台 那樣子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 就想我講就是 瘋狂而接家教 然後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 既然是不用去上班 那我就想要自己 做點什麼這樣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 買了一台 第一台我自己的第一台 3D表機 但不是這台 就是買了一台 很簡易型的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那種 比較普遍 然後後來他就說 可以印10×10×10 然後結果他有4個柱子 可能大家有看過印表機 結果他那個托盤 考慮自己 撞自己那個 撞自己的那個 撞自己的那個4個柱子 然後這大概是有爛東西 然後 我就把它封印了 然後 然後後來 台灣開始炒作3D表機的時候 我就把那台印表機 又賣出去 所以 也有賺點錢 所以他很爛 而且我一直跟那個人說 那個超爛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我要買 然後 我後來就買了 我第二台印表機 就在上面 然後那個就 比較貴了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剛 跟第一位同學 那個 有朋友的那個 有異曲同工資料 第一個就是 我們都是 Apple叫的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我 我很喜歡玩具 然後我也是很喜歡玩具 所以我收集很多玩具 那我就想說 有3D表機就可以做 自己的玩具 那這是我以前的工作室 那 我今天介紹主題 就想說 欸 你要做自己的東西 要怎麼開來做 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有一台像電腦 然後有一個繪圖板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做 只是說 設計這行業很奇怪 就是 它很容易開始 可是要 很持續下去也很難 因為你要開始就是一台電腦 可是你要結束也是 可能也是剩下那一台電腦 什麼都沒有 然後 所以 我工作室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那 下面就 陸陸續續增加一些設備 好 然後 現在 然後現在 就是 我就 工作 有賺一點 有賺一點錢 所以就 我就開始留自己的公司 然後這就是我新的公司 在那個新月江湖附近 對 然後這是我的機器 然後機器就 它是一些比較特別 它是可以做一些比較精緻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才會做什麼 對 好 然後這是我的辦公室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 平常就是 以後預計之後 那邊就是可以開一些課 然後大家可以去那邊交流 那賽 有些人已經去過了 然後 我們第一檔 第一檔課是做 教你用3D錶機 然後做一個 模型 然後 把它做成那個 巧克力這樣子 對 就變成自己的巧克力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第一檔 可是 然後 它其實類似手工罩 跟大廚這樣子 跟一樣的概念 只是巧克力這樣子 對 好 那那個就是 就是我最近 我最近 我最近把那個 最近把那個 一個品牌在倒吊人 然後做他們的公仔 對 然後就是 它是一個小小的一個人 然後它其實是 那叫什麼 同餅者 還是什麼 就是可能有學美術 它其實是在丟一個 同餅還是什麼東西 對 然後它就變成 它是一個潮牌吧 然後就變成在流滑板 這樣子 對 然後那流滑板出來的時候 像是下面 白白的那樣子 然後最後處理完 它就變成黑色 那這個是就是現在 你到我公司的話 就可以 免費的拿一個 就是 我玩一下 對對對 很可愛的東西 好 然後 我跟第一位 比較不一樣 就是 我很喜歡玩具 可是我後來就 投入了 真正 投入到玩具人之所 就幫了一些廠商 做一些實際上 把他們的東西生產出來 那第一個那個是 就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很變態 他是一個牙醫 然後他都會拿他的掃描器 去掃他的病患 然後就要把他移除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他會拿到手上 什麼病患 真的 真的 可是 就是好的印表器 就是要配合 好的掃描器 也要配合很少好的印表器 就是 兩個缺利都不可能 然後 你如果其中一個不好的話 出來效果就不是很好 這樣子 然後這是那個 所以我從美女到佛像 所以我從美女到佛像 中間是沒有很大的露差 我心裡是 自己還有一個臉條絲 哈哈哈哈 然後這是那個 就是幫那個 國外的手槍公司 做那個 那是真槍 然後他們是精品的槍 然後把那個槍 就是 刻在他的那個 槍的窩把上面 好 然後 然後 我之後做完具就是 我們就幫一些 一些公司 然後 可能有些不能透露 所以我就沒有放過 那這些是最近那個 那個 就是 有一個焦點朋友 也叫周白翔 就是他們公司的那個公仔 就是 我負責幫他處理 從 從春從繪圖 然後到 就是 那叫什麼 Render 就是模擬 模擬渲染 就是 假裝他跑出來 然後最後我把它清出來 這樣子 然後中間還是需要經過一些 反復的過程 好 那這裡就是剛剛那個 看那個 就是那個 魔愛那個時候 它原本是透明的 然後一環就是 經過一些架空的所需 然後最後它就變成這樣子 像一個 石頭的樣子 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一系列 這樣 好 那 這個又是 不同領域 它是 這是那個 金屬鑄造 就是也是用3D列印出來 然後把它做成像 金屬 例如說 鋁的啦 銅的啦 黃金的啦 銀的啦 然後那個上面這邊 十字之順就是銀的 全部都是銀的 那 下面那個 最左下角 那就是 銀黃金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純黃金 然後這就是 也有在幫一些銀柔 做 代工的服務 這樣子 所以還蠻廣的 就是從 美女的 頭拍 然後到 然後佛像的製作 還有項鍊的製作 都有的那樣子 對 然後這就是 幫我們老師 他的那個 他做一個 西遊記的一個系列 然後就是 西遊記 然後就是 那個豬嘛 我比較喜歡那個豬 所以我就放那個豬 好 然後我 其實我就覺得說 就是有好的工具 當然就是要好好地去運用它 那那個就是 腳踏車 然後他可以真的 硬出一個腳踏車 然後最後那個腳踏車組合起來 可以折疊 然後變成一個真腳踏車 然後可以騎 那他大概大小就只有 小小 然後就可以給那個 剛剛那個工仔 那個十二寸的工仔 就是 去騎 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 那個算是盜版吧 盜版就是 頭拍的人家 海水網 然後就把它複製出來 然後 因為材料會太貴 所以我硬比較小 一直這樣 然後手錶也可以做 就是 我自己的興趣 研究 中錶跟鞋子 然後所以我就 做了 就是幫一些這邊的 沿著區的中錶公司 做一些大漾 然後這跟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那個杏純介紹 那個電燈蠻像的 只是他是做成那個 項鍊 就是項鍊這樣子 然後他 會做出片效果 所以他發光的時候 他就會 跑出那個你的臉這樣子 然後他做這個 還蠻好玩的 就是 小小一個 所以他也不太貴 然後也蠻有紀念的價值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上次那個 就是幫那個 那個王公介師傅 然後做那個 那個 藝術麵包 就是 我之前大概也有介紹過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比較有趣 就是說從 食品啊 然後到一些日常用品 然後到真的可以吃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靠那個 3D的技術 然後去把它 完整的 表達出來 所以他一開始大概就是 一顆球 然後你就完全就是靠你的 你的雕塑的基礎 或者是你 泡泡的工具 然後把它 畫到邊 最下面那樣子 然後就列印出來 然後列印出來 就經過一個模具的製作 然後他就會變成一個 一個麵包 這樣子 我是只有做 上面這樣 但是這個是最後的顏色 烤麵包 那是他的 他的本領 我就不會烤麵包 好 然後這個就是 也是幫一間公司 他們做那個 這個大家應該 可能比較少見 這是一個那個 類似真空管的電燈 然後他上面的數字 就會跳下去 還滿有趣的 好 所以奇奇怪怪都有 然後這是最近 那個在幾支的那個 也是一個叫什麼 那個 Return 還是什麼啊 對不對 去網路上看 他現在也在幾支 然後也是有幫我們做大漾 這樣子 然後我們從小到大的 這是那個 中鋼那個 小林村 滅村的時候 請我們做那個 一個紀念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 我是做小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大 這大概好像六公尺 還是大公司 那些還蠻大的 他不秀他們 這樣 然後 這些就不用講 就是生產的方式 大概就是這些 然後 隨著就 跟大家分享 我在做的事情 這樣 然後有空可以去我那邊玩 這樣 然後再給你們注資就好 記得幫我們加他粉絲團 這樣 好 謝謝 可以 具備時間 開始 是我嗎 好 就是我想問一下 他這個3D的電影出來 是挺貴嗎 如果沒有很貴的話 可以跟文物公司合作 就幫他們做 一生六節一支魂馬 然後新郎和新娘他們想要做成一個紀念 發送給親朋好友 把它綁走在那個溫度的套裝的那邊 應該蠻壯的 它可以就是 因為它其實像剛剛我看的就是 其實印表機有分便宜的很貴 那就像剛剛講就是便宜的機器 就是貴的機器一定要配合貴的 印表機一定要配合貴的掃描器 所以它整體的那個售價會很高 例如說它另一出一隻公仔的話 我記得這個東西其實一開始 很早之前就有人招了 然後我都還沒開始做它就倒掉了 因為一隻公仔它的成本 你如果是用那種印表機高階 令出來真的很漂亮 看得出來是你自己的那種印表機 其他一隻這樣子 大概售價是八千至一萬五左右 如果是便宜的大概這樣子 一隻可能三百塊 可是你根本看不出那個印表機 所以它可能還是要有一些配套 但是是還不錯的構想 你現在人力的問題解決了嗎 人力的問題 我覺得就會讓那個 那是雅培還是恩美利 我忘記了 他講的很多 就是那個人其實 找不到 不是很好找 因為我們這個是綁 從設計到製造 全部到起來 那因為我的錢不夠 不然我就可以分很多個不同的 例如說有設計師 有製作的 有什麼的 所以 可是我現在錢還不夠 所以 所以應該大概大概是兩隻 還有什麼問題 這裡 你一般3D一級 用什麼樣的材料 它都是高階 都是用那個公民感數值 那那個材料費比較貴 就是大概從 三千塊台幣到 六萬塊台幣 一千CC 一千CC 從三千到六萬的都有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價錢就決定它的 品質 是 真的好像也沒辦法 我也 我也正在想辦法 要怎麼解決 但是就解決不了 這樣 好 還有嗎 最後一問 你這個牙醫 請黏一點 要幹嘛 不是 牠就是牙齒少少 牠是因為幫牠臉掃下來 沒有 因為牠做牙醫的 所以牠不在意 當然啊 我也不會掃男生 因為頭那個掃描器 要頭很小 才有辦法掃描 所以牠也有做那個嗎 對 那牠也有做那個嗎 那牠也有做就是假牙製作嗎 就是有 有啊有啊有啊 合作合作 快點 好 好 好 謝謝 好 OK 然後我們的最最後一位分享者是 Jay 歡迎牠的登山人生 要請咱們和日本人 請咱們請咱們 求咱們作為開心 應該叫咱們有 慢慢咱們 咱們 請咱們 咱們 請咱們 那我擦 好 謝謝